民進黨的黨部主委告訴我 他要支持黃珊珊 姐 在地方上接觸的群眾 對於這次台北市長選情 有沒有什麼一些反應 接到反饋什麼的 我聽 我跟你說 民進黨的黨部主委告訴我 他要支持黃珊珊 這可以講嗎 這個在節目上可以講嗎 民進黨黨部主委 區黨部主委不是市黨部主委 區黨部主委 都表態 因為我去拜訪地方 哪一區你就知道了 因為我就這兩個選區 真的告訴我 真的 這一段一定會被剪成精華 那為什麼 這是驚天大料大獨家 陳時中我不會投資 我也不會聽他拉票 我也不聽他造勢 真的 我看到陳時中地方他沒出現 那你就知道是誰了 那他會不會被黨紀處分 不會啊 現在從吳怡農上來 他已經把所有地方區黨部都去除掉了 你忘了 沒有地方區黨部啊 這個民進黨所謂區黨部 這麼厲害 不挺陳時中要挺黃珊珊 對 只是不要指名道姓 那他什麼原因呢 他說 第一個 珊珊有親自拜訪他 對 有請託 第二個陳時中沒有去找他 你看陳時中就跟大人物在一起 地方黨部我看 陳地方黨部都沒有去拜訪 包括陳時中沒辦法地方里長 而且珊珊也是走遍 台北市所有里長 他全部都走過了 對 那畢竟是副市長 對 那蔣萬也在開始走啦 對 他第一站大同出發嘛 對 昨天還前天大同出發 對 其實陳時中你不要認為 你穩上了 對 兩個藍 兩藍一綠 你穩上錯了 黃珊珊是綠的 所以這也是判斷說未來的當陳時中 民調起不來 或者輸大包的時候 可能乾脆會 氣成保黃 你還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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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嗎 你還想看 你還想看